HELLO 歡迎來到拍師的Gibson TV 我是Nelson 我們先看看這個 其實Las Paul 很多人都知道 它有兩個Tone和Volume knob 其實我想分享 我平時會用的設定 通常不會扭到最盡 這樣就會將Volume和Volume 扭到七至八成左右 通常都會異議少許位置走盞 Live 的時候 如果你不夠高音 或者覺得底聲太多 你可以加減 這就是我的設定 例如Las Paul 用Triple Pickup 你將Volume到三或四層 有時掃起上來 就可以掃上一些Funky的效果 最後第三個玩法就是 我們聽到一些很經典的Solo 或者跟上Roses 其實他們的Solo的設定 反而是Triple Pickup 但將Tone 全放在零 一會兒試試給你們看效果 音樂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例如Lexport 50 年及60 年代的吉他 最主要是有分別 一握上手時 50 頸會明顯是木的質感會較多 亦是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玩了很久的吉他人 或者很多音樂人 他們很喜歡這個手感 因為他們喜歡更多共鳴 木的細節 60 反而是一個比較薄的頸 我自己是用60 因為有時會有獨舞 我會彈到比較高一點 所以可能會去到22格 18格 在走上去的時候 我自己會輕鬆一點 用60 18格 老實說 我覺得 我覺得 Epiphon 和 Gibson 其實兩位都很精彩 所以他們兩支的造工和聲音都是很好的 其實如果說一些握上手的手感 我想如果彈得多結他的人 其實他們有一點握上手的感覺 他們會分到是 Gibson 的頸還是 Epiphon 但兩位都是一個很便宜的頸 有一點有趣的細節的位置 例如你見到 Epiphon 它的樓位 通常鐵都會做到整條鐵的位置 但如果你拿起 Gibson 的時候 你會發覺鐵的位置會和內臟陷在一起 這些就是一些小小可能你會發覺 如果買 Epiphon 和 Gibson 的時候 它會有些分別 還有在聲音方面 我覺得 Epiphon 會再包一些再厚一些 但如果你是一個甲斑的人 你會發覺如果你有其他樂器 在台上有不同的聲頻的響起 其實你用 Gibson 的時候 你會發覺高音的細節 其實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會再出一點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我第一次試 TBL 我印象中 TBL 因為是比較行 我覺得它會比較濃一點 但是我剛才試一下 我發現它其實是 你弄一下少許 弄一下少許 弄一下少許 它也是很細緻 而且聲音很肥 對 它有聲音 是 其實 P90 是一個特別聲音的搭配 我覺得如果貼地一點 如果平時用 我覺得它是像人說話的聲音 唱歌的聲音 P90 這樣 它就放在Laspo 或者TBL 它的混合其實是很特別的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聲音 其實是很獨特的 是比較聲音調 Hunbroker 就是很典型的聲音 因為我自己是Hunbroker 我有一支60年代 我選擇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有時其實是容易替換 因為我有些是有Single Choir的結他 其實我需要一支另外的聲音結他 所以這兩個分別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們喜歡剛才這些 Kipson 或者Spider 的 Am 你們實體試一下落下 試一下 感覺一下它 如果你想追蹤我的IG 你們訂閱和追蹤我的IG 多謝 再見